嘿大家好,我是Mana,還可以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H王喔 兩回殺不用黑洗的配置喔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我用千歌 可是我後來發現直接用優衣就好好不好 雖然我畫面上是千歌,但直接用優衣就好 對,那這邊基本上呢 狗拳還有躍躍的部分齁 就是去把這輸出打出來就好 對,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也是一樣,就是不要斷到小招 斷到小招的話其實傷害會差蠻多的 就會差個1萬這樣子 好,那這邊呢,布丁一樣喔 是這個1分的時候要開UB 那你如果布丁沒有辦法開的話呢 就直接RE好不好,就直接RE 就是失敗了 好,那千歌這個位置齁,直接換成優衣 那優衣就是做補血喔 只是純做補血 希望整個陣容變得更穩定的一個動作而已 所以說這個優衣的位置齁 就是有就放 對,有就放 把這個血線拉高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 他拿出第一隻這個必殺的魚齁 那你如果剛才布丁的UB開的時間是正確的話呢 那這個必殺的魚 剛好會咬在布丁的無敵上齁 這邊看他咬在無敵上 所以是全部都miss的 對,那在他40秒的時候呢 會拿出第二隻魚齁 這邊第二隻魚 我們的應對方式是用真布的黑暗 對,那因為真布的黑暗的關係 導致他的命中率下降 然後讓魚咬在布丁的身上 有更多的miss齁 可以看到畫面上這邊是一整排的miss齁 所以布丁還站著 對,那這個打法呢 布丁可能會要4、5星啦 因為可以看到我5星的布丁血線也是被打到非常低的 所以可能5星的布丁會比較穩 好,那接下來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就是扛住之後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優衣就是這個位置呢 就是一樣繼續做補血 然後用狗拳跟月月去打 對,那布丁已經扛過兩次魚了 這個第三次就讓他去了 好 那可以看到這樣子就是 成功的打到了指定的傷害喔 那指定的傷害一樣是55萬 沒有錯 就是打到55萬以內喔 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這樣第一輪就到這個地方 就是OK 打到55萬的話就是OK的 好,那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第二輪 好,那再來就是看我們這個第二輪 那第二輪其實跟第一輪一模一樣喔 對,可以看到我千哥已經換成優衣了喔 那優衣的補量會比千哥還有多 所以呢,以我的這個星數來說 恩,即使狂暴了也是完全沒有任何差別的喔 就是還是非常的穩 那打法就跟第一輪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喔 時間點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就是跟第一輪一樣的 那要注意的點就是說 1分的時候開布丁 然後這個月月跟狗拳呢 不要斷到小招 然後這個優衣有就放 真布也是有就放就可以了 對,那基本上就是50秒的那一次 必殺呢,布丁會用無敵扛 然後40秒的必殺呢 是這個黑暗呢 會讓那個技能miss喔 要扛住這兩個必殺 你的這個才會是成功的 對,這兩個必殺都有扛住的話 才會是成功的 那如果說有失敗的話 就是直接real 對,那有些人會問說 到底要怎麼real 就是說 你就直接把遊戲關掉 然後重開就好了 那是不會扣捲的 好不好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 我稍微講一下幾個 比較多人問的問題喔 像布丁 布丁你如果這個 1分沒有辦法開UB的話呢 有兩個原因喔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 你的布丁迴避率太高了 通常都是這個原因啦 就是他閃掉太多攻擊了 導致說他在1分的時候沒有辦法開 那1分的時候如果沒有辦法開的話 就是一樣就是你這場就是失敗了 就直接重打 對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的輸出不夠力了 但是你用我現在畫面上的這一對的話 通常不會有這個問題 通常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是放了貓賊之後才會 導致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 你可以考慮把貓自己拿掉 這樣子 那我畫面上的這一隊其實呢 比我這個影片上的另外一隊還要穩 我覺得 我覺得比放黑棋的那一隊還要穩 那 也提供給沒有黑棋的人啦 對 那也是沒有黑棋可以兩回殺的打法 好 那 沒有躍躍的話會比較難喔 會比較難 那沒有躍躍的話我會建議就是 先考慮三回啦 先考慮三回殺的部分 好 那總之這一隊呢 我認為 技術層面又更低了 好不好 需要注意的東西又更少了 只要注意布丁開的時機 然後其他就是有就放就好了 非常的簡單 好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陣容 那就介紹給大家 只是說 他有一點點運氣的成分 那你可能要就是 這個SL多次 那SL就是Save and Load的意思啦 就直接重開遊戲就好 好 那這個陣容齁就介紹給大家啦 那如果還有什麼其他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剛好知道的話也會回答你 那這樣 謝謝各位